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您聊天来了 前些日子我这刷手机 看见那么条新闻啊 说是国外啊 有件报纸搞了个活动 这活动什么内容呢 就是评选你觉得最好吃的一道中国菜 这活动搞起来以后啊 广大的外国群众踊跃投票 那么投来投去呢 您知道外国人选出来的最好吃的中国菜是什么吗 我告诉您吧 古老肉 外国朋友那是真爱吃这古老肉 国外您说随便找一中餐馆 您进去一看啊 桌桌必点 差不多都是这么几道菜啊 像什么公报鸡丁 左宗堂鸡 鱼香肉丝 再就是这道 古老肉 这么2019年 英国还出了个新闻吗 说是有这么一哥们 啊 跟大街上摆摊 卖汉堡包 别人卖汉堡包 里边都夹牛排 夹炸鸡 夹炸鱼 全西餐的东西 他呢 这汉堡包里不夹这个 里边夹古老肉 不过这在外国吃这古老肉啊 跟自己咱们家里吃那古老肉 不全是一码事 他们吃那古老肉 口味可能更偏酸偏甜一点 拿筷子 您加块肉 搁嘴里 那感觉跟含了块水果糖差不了多少 外国人觉得他们这就算最地道的中餐 实际上您要让中国老百姓吃 崩多了 两口下去 准摔筷子骂街 这些年全世界各地你们这巡演啊 时间一长了 这吃饭是个事 你们别说 你们就是西餐吧 咱们中国人偶尔吃个一顿两顿的 算尝尝馅 改改口 这还成 连着吃三天 肚子真受不了 那么受不了怎么办呢 哎 您就得找那唐人街 想着在唐人街找中餐馆 而且您找的那个啊 得是刚从国内过去的开饭馆的老板 那最好 啊 那有的饭馆老板心眼活蹦呢 会做生意 啊 一听您说话 呼 老家来的人呢 这是 那不用嘱咐了 没准主动就能去后厨 跟大师傅打个招呼 哎嘿 哎 啊 这这来来国内的了啊 炒菜的时候 按国内的口味炒啊 可千万别按在改良那个外国内路数来了啊 人家会做生意 说起这骨老肉啊 外国人吃这道菜的时间 没准啊 比好多中国人年头还早点 不是瞎说啊 您说岁数跟我仿上仿下的朋友 尤其是北方的朋友 您可以回忆回忆 八十年代那会儿 您要说我改善个生活 今儿我出去下馆子去 那你们想吃个木须肉 那没问题 公报鸡丁 可以 吃鱼香肉丝也有 但是您多会儿 见那时候的餐馆菜单 写着有卖咕老肉的 没有 中国人真正开始普遍吃咕老肉 那还得说是九十年代初 粤菜开始流行全国以后 您看见我家里边吗 贾志欣求皮儿办事 话说的最后 都得拍着胸脯子撇着大嘴说得嘞 试成之后哥们请客 香港美食城 香港美食城这买卖 1988年开张 直到200几年那会儿还有啊 头两年刚关门 大概位置呢 就是王副景老的东华门夜市那边 九十年代初算是全北京吃粤菜最高档的地方 用当时老百姓话讲宰人 进去一趟没个千八百的您帮店出来 普通工薪阶层他吃不起香港美食城 那么打算换换口味都是去什么东四啊 对吧 阿静粤菜 好多北京人头回吃骨老肉都跟那 眼下您去饭馆吃个骨老肉 菜单上写的多数都是菠萝骨老肉 就是把那菠萝跟肉炒在一块啊 这种吃法三十多年前以前 北方人不灵 接受不了啊 那菠萝是水果 搁在锅里又是油又是盐炒熟了吃 这本身就不合规矩 还放肉 好家伙你这是要造反呢 这是怎么吃饭呢 对吧 北方人吃不惯南方原版的骨老肉 所以这道菜当年传的北方以后 就给改良了 那往糖醋里集的方向使劲靠了靠 改良出了一道北方版的糖醋骨老肉 多个盐 多个醋 少搁点糖 菠萝干脆就免了 吃的嘴里边酸为主 稍微带点甜口 厨师界的行话 管这叫小荔枝口的 那骨老肉这道菜应该纯算是一道饭菜 你要说下酒的话 那就差点意思了 就是馒头吃 稍微也差点意思 最好是配上一碗白米饭 米饭不能蒸的太软 因为这米饭粘糊了 这不成 必须还得一粒一粒的 能分得开 吃到嘴里头稍微带点嚼劲 这挺Q的能弹牙的感觉才好呢 白米饭配骨老肉 你要说吃的时候规格矩矩 一盘菜 一碗饭 拿着筷子坐那吃 那多少也是差点意思 最好吃盒饭 盖焦饭 再不就是配上以前上班上学那种老式的旅的饭盒 自己带饭的饭盒 那吃起来 好了 早上起来 饭盒里边先装饭 再盖上一层股老肉 拿着单位去 拿着学校去 多半天功夫下来 那菜汤慢慢的就渗到米饭里边去了 哼 等到中午休息开饭的时候 饭盒拿到锅炉仿 重新这么一加热 哼 打开饭盒不忙吃啊 先拿勺来回这么一搅过 给他都豁了匀似的 饭里有菜菜里有饭了 您这时候大口大口的 拿勺拐着往嘴里塞去吧 酸甜可口 好吃 解馋 您注意啊 一定得是大口大口往嘴里塞 塞的时候塞帮子都鼓起来 顺着后脖梗子 这汗珠子直冒 糖醋骨老肉配大米饭 非得这么吃 才能吃出个那么个感觉来 你说了半天 我考那一小问题啊 这骨老肉 为什么叫骨老肉 这仨字具体 当咱们讲 这件事 你要想摆着清楚了 咱们又得往前刀 刀多少呢 得刀好几百年 这么说吧 平常您看好多讲 那个黄飞红的电影 老能碰那俩十三 那俩十三呢 一个呢自然就是十三仪了 再一个呢 就是十三行 眼下广州还有这条大街 叫十三行路 十三行路有个服装批发市场 名气跟北京那个洞批呀 那都有一拼 有名 买衣服便宜 款式还特别新潮 二百多年以前 这条大马路啊 这上面修了好多外国人的洋行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各个跨国公司 国际五百强 驻广州办人处 就这路的 中学地理课的老师都给您讲过 北班球的风向有季节性 按大面上说 就是春夏两季刮东南风 秋冬两季刮西北风 那时候洋人的商船呢 都是帆船 帆船航行的时候呢 您就必须看风向 甭管是英国人 法国人 德国人 荷兰人 哪人 是吧 每年都是固定的 开了春 风向变了以后 从自己国家那边 开船 顺着风 往中国来 各路洋人的船 拉着各种土特产 跟海上飘 是吧 顺风飘两三个月 阴历五六月那会儿 统一 开到虎门外头集合 雁明正身 领通行证 然后再进虎门 顺着珠江 一直开到十三航路旁边的码头 咱们再停下来 开始做生意 生意连着做三个多月 阴历八九月份 天也凉了 风向也变了 东南风改西北风了 国外的这些商船 在庄上 从咱们这买的货物 买的东西 顺着风往回开 一年一年的 这商人就这么来回折腾 外国的商船 每年跟广州最多 能停三个来源 要把东西拉过来 现找买主 再现奖价 现卸船 然后您再在这边找货源 从这边商人手里买东西 现往船上装 这么着的话 那也忒耽误工作了 所以当初洋人的商船 每年秋天回国以前 都得留这么两三个人 住在广州的洋行里边 算是临时出差 跟当地待一个冬天 那么这几个人的任务 就是负责到处跑业务 一是给他们来年 打算拉回来的货 提前找好了买主 把合同啊什么都先签了 再一个呢 就是看咱们这边 有什么好东西 提前先定过去 做这个有点期货生意的意思吧 等到来年开春呢 各国的商船来了 那么该买的买该买的买 是吧 卸船装船都有准谱 秋天风向一变 马上就能往回开船 省得耽误时间 至于说 这几位出差的同志 是跟船回国 换别人 再跟广州这盯着 还是我接茬 再忍一个冬天 那就看组织上需要了 临时决定 清朝那会儿 您都知道 闭关锁国 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能跟海外做生意 您比方说清朝那会儿 您是个做小买门的 正跟大街人做生意呢 摆摊 摊煎饼 那就溜达过一位外国大哥 金发碧眼啊 你地 给我弹个煎饼的俩鸡蛋 少来葱花香菜 都不要 辣椒多放一点 这是外国人 这是我学外国人啊 就说这意思 您这不七十块叉 见面贪得了 往外一地 这外国大哥呢 见面接过去 甭管是英镑还是法郎 往您这一地 您只要伸手一接 那就兔爷过河 崴了你了 私通洋仪 抓在衙门里边 弄不好 您可就是杀头的罪名 这当年手里有执照 朝廷批准他们 能合法跟广州这块地方 跟合法外国人 做买卖生意的人 就叫十三行 十三行是清朝的说法啊 再往前刀 明朝那会儿 干这行的人 叫三十六行 清朝人说的十三行 明朝人说的三十六行 就跟咱们现在说 三百六十行一样 都是虚的 不是准数 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 广州有的密邦人 专门负责 跟各国做买卖 学名叫航商 老艺术家赵丹 赵丹老师演的电影 林德徐里边 有个大反派叫武少荣 善天方先生说 百年风云的时候 也老提这人 他就是当年广州十三行的航商 武少荣的爸爸知名度更高 叫吴炳建 吴炳建在国外的一名叫浩冠 十九世纪全国首富 就是现在比尔盖茨 马云那意思 据说当初有好多老外 家里都挂着他的画像 每天是早请示晚会报 冲着画像搞心理励志 我能行 我肯定行 我不是一般人 欧耶 欧耶 就来这套 外国的商船到了广州以后 各种业务直接都找这十三行 不光做买卖找十三行 衣食住行吃喝拉撒 全归这十三行承包 一帮衣接对子 哪怕说就犯了法了 衙门也得先找这十三行 再找这个外国人 这叫承担连带责任 明清两朝还有这么个规定 就是说各国的洋人来广州 甭管是做生意还是旅游 老爷们没问题 您敞开来 我们欢迎 但是妇道不成 不能来 这还没商量 那么说为什么有这么个规定 外国人那时候穿衣服 比咱们开放 尤其是女的 下面身穿的裙子 倒是挺严实 一直盖着脚面 上面身呢 坦胸露背 多半截都跟外头亮着 您看那电影西西公主 就里边那大半 您说这么是大半 当然眼下真算不了什么 但是您甭往远了去 北京西单 三里屯您就看见吧 满大街都是 那好几百年以前的中国人 接受不了这个 是觉得伤风败俗 走大街 看着推扎眼 所以当时就有这么个规定 外国人来广州 老爷们随便来 妇道不可以 您要说我必须得带着家眷来 那对不起 甭管老婆还是闺女 哪怕老娘呢 满脸折子了 您也得先放到澳门那统一寄存 回国的时候 再顺道 把这人给烧回去 不能往广州带 这么多外国老爷们 跟广州扎堆打光棍 吃饭是个问题 是吧 那老婆不在身边 只能下饭馆啊 要不就是点外卖 广州各种名小吃 萝卜顿牛杂 这种小吃据说 就是当年洋人跟广州 吃完了大块的牛肉 把剩下的边边角角 处理给当地老百姓 发明出来的这道菜 那不老肉呢 这意思差不多 算是好几百年以前 广州当地的厨师 按外国人吃饭的路说 搞的这么个创新菜 老歪的口味呢 喜欢是大酸大甜呢 吃肉的时候还不能有骨头 最好就是吃整块净肉 是吧 比如说一样都是吃鸡 中国人觉得鸡啊 那浑身上下 最值钱的地方 就是两条大腿 鸡胸脯呢 您甭看肉挺厚 可不容易入味 好多人反倒不太爱吃 外国朋友正好反正 他觉得这个鸡胸脯 没骨头 全是净肉的地方 最好 中国家常菜 有道糖醋排骨 不少朋友都喜欢吃 口味上呢 也和西方人的口味差不多 就是里头 带点骨头 那老外吃嫌麻烦啊 好几百年以前 广州当地 给外国人做饭的大师傅 就搞了搞技术革新 把排骨呢 换成净肉了 发明出这么一个孤老肉 可话说到这儿了 有朋友就问了 孤老肉 您还得掰着掰着呀 它为什么叫孤老肉啊 这个事网上说法挺多 主流就这么两种 一种说法 孤老肉这个孤老 最早应该写成咕噜 加字 它形容的是 炒这孤老肉的时候啊 酸甜汁 搁锅里咕噜咕噜的 这么这响动 就这么个动静 第二种说法呢 孤老肉 这孤老呢 最早应该是些古代的古 老人的老 意思就是说 这道菜经历啊 这个历史挺悠久 有传承 有底蕴 这么个孤老 眼下全国各地大城市 马路边上有好多 卖蛋糕的小店 是吧 照片上写着 古早味 古早味是闽南话里边的说法 这古老肉的这古老的意思啊 和这个古早味差不多 也是告诉您说 这种事实年头挺长 算是这么个老字号吧 古老肉为什么叫古老肉呢 广州当地还有这么一种说法 说咱们中国人原先啊 管外国人叫葫芦 壮制鸡餐葫芦肉 笑谈可饮胸中雪吗 岳飞的满江红着 您都知道 好几百年以前呢 说西方人跟广州吃完了古老肉啊 觉得味不错 就想找周围老百姓打听打听 说哈喽啊 这肉吃的不错 太好吃了 他弟叫什么名字弟 广州当地老百姓 也是拿个外国人豆壳子 告诉说 这菜啊叫葫芦肉 壮制鸡餐葫芦肉的那个葫芦肉 外国人说中国发音不准呢 大舌头 传来传去 最后传来一个孤老肉 这么一种解释 离广州再往北走 东北那嘎的 哈尔滨有道菜 那是口感来历 跟孤老肉差不多 哪道菜呢 叫锅包肉 我当初上学跟学校食堂 每月都有那么几大盼吧 哪几盼呢 那时候学校食堂 每月都有这么几天 改善生活 吃顿好的 每月最起码得吃一顿红炒排骨 吃一顿猪肉炖粉条 吃一回肉包子 肉笼 再就是有两次吃交流肉片 交流肉片 英名叫交流肉片 实际上呢 多数全是土豆 而肉片就是个点缀 土豆切成薄片 下油锅炸 把土豆片周围那一圈 整个给它炸焦了 中间的芯呢 还稍微带点水分 又嫩又面 那么一种感觉 然后热油葱花 抢锅 两指宽的大肥肉片倒进去 先炒 炒得滋滋冒油 这时候再下炸焦了的土豆片 放盐 放糖 放酱油调色 最后团粉勾芡 稍微淋上点醋 炒出来的菜 那是虎剥色的 又红又亮 咸咸口 油水特别足 就这菜 往大米饭里边一拌 吃起来锅饮 解馋 不光学校池塘 做交流肉片 以前老百姓家改善生活 你要说我今儿打牙剂 也愿意做这道菜 那你要是说 家里边条件好 肉有富裕 就可以把那土豆去了 我今儿全改肉片 这多过瘾呢 对吗 家里边条件 要是稍微差点呢 那就肉不够 土豆凑呗 稍微点缀点肉片 就能把那土豆 吃出肉的口感来 哈尔滨当年也是 各国洋人扎堆的地方呢 俄罗斯人居多了 190几年那会儿 清朝光绪年间 哈尔滨到台府里边 有位叫郑兴文的厨师 郑师傅 15岁进北京 公王府后厨学医 24岁创业 在北京开了个叫 真卫居的馆子 后来呢 就出山海关 人闯关东 去东北内阁的发展了 跟哈尔滨到台家里边 后厨 当这个善长 善长 善长用现在话说 就是厨师长 行政总厨 那时候叫善长 哈尔滨到台 管着哈尔滨当地的 一谈的事啊 家里老有洋人 过来穿门 话说有这么一天 到台家里来了 这么位俄罗斯人 那大伙连喝茶 带聊天 赶上饭点了 按咱们中国人的礼数 得留客人吃顿饭呢 俄罗斯人吃饭 那就 可着劲 硬菜得往上招呼啊 还爱吃口酸的甜的 是吧 那么郑师傅这心里合计 照着交流肉片的路数 改个技术改良 土豆彻底不用了 上好的猪肉里脊肉 切二指宽大片 挂这个挂户油炸 炸的外焦里嫩的 然后再回锅 加糖醋汁爆炒 临出锅的时候 稍微再点缀点姜丝啊 葱丝啊 香菜段啊什么的 喝 吃的嘴里又酸又甜 焦香扑鼻 俄罗斯人美了 这顿饭吃的不错 尤其是啊 这道菜不错 我得见见师傅啊 我得给师傅敬杯酒啊 把这郑厨师请回来了 一聊天 想打听打听 这道菜叫什么名 那大概是怎么做的 郑师傅也不知道 他新创的呀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起飞制啊 是吧 随手编了个名 告诉他们说 这道菜叫锅爆肉 爆炒的爆啊 就是肉放在锅里爆炒的意思 俄罗斯人说汉语 也是不太过关 发音也不准 传来传去 传走去了 最后就传出这么一套 东北名菜 叫锅爆肉 锅爆肉这道菜 眼下分两个流派啊 黑龙江 吉林 那边都讲究是老传统 油炸好了 回锅爆炒的时候 放这糖醋汁 不勾芡 吃的嘴里特别酥脆 缺点就是必须得趁热 出锅以后得马上吃 热气一散 肉一皮了 发硬了 就不好吃了 辽宁版的锅爆肉呢 勾芡 多少还得放点番茄酱 炒出来这锅爆肉 比黑龙江吉林那边 那色重 更接近交流肉片的口感 辽宁版锅爆肉 稍微改给做法啊 把猪里脊肉换成上好的 这杨里脊 就是一道老北京的清真菜 叫塔斯蜜 塔斯蜜 原先是一道新疆菜 乾隆皇上 有位特别有名的妃子 大伙都熟悉啊 叫湘飞 就是环珠格格里边演的那位 是吧 这湘飞的老家 在新疆 来北京以后呢 成天想家呀 老店回新疆看看呀 北京中南海 有个新华门 您都知道 新华门原先有个 叫宝月楼的 最早据说呀 就是乾隆皇上下旨 特意给湘飞修的 为的就是让他 每天跟上他站着朝西边看 看看自己的老家 老北京民间传说呀 说湘飞每天早上睡醒了觉啊 就站在宝月楼上头 一边梳头 一边朝着西边 就是新疆的方向看 呼 说那好几百北京老爷们 准时准点 跟宝月楼的爷站着 仰着脸张着嘴 瞪着大眼睛 等着闻味 等着闻味 等着闻什么味 这湘飞天生 自己带的 有那么股香味 那这帮啥老爷们 每天跟楼底下猫着 就为了闻闻 湘飞身上的味 说运气好的话 顺便再搂着湘飞两眼 那当然了 这就是民间传说 一说一乐 您不能当真 咱们这么说着玩 当年跟着湘飞一块来北京的 还有好多新疆厨师 每天专门给湘飞做老家饭 话说有这么一天 湘飞正跟皇宫里头吃饭 骗赶上乾隆皇上闲得没事 溜达过来了 娘娘见着皇上得上赶着招呼 呦皇上您今儿怎么有空来了 吃了吗您 你看乾隆皇上也实在人 听不懂客气话 哦哈哈 朕还没吃呢 向飞一听 那得嘞 既然没吃 要不好歹 您就先跟这垫不两口呗 正好 那天桌子上摆了一盘清真版的锅包肉 新疆话叫塔斯密 宝塔镇和药那个塔 皇上夹了一块放在嘴里这么一尝 酸甜可口 还挺香 挺好吃 您瞧 皇上吃美了 顺嘴就得问一句香飞 爱飞呀 这菜叫什么名 香飞也顺口答应啊 拿新疆话问了一句 启禀皇上 这道菜叫塔斯密 乾隆皇上 新疆话说的不太利涂 后来传来传去 传走去了 老北京从此留下这么一道清真名菜 塔斯密 回头您那天得功啊 可以找个老字号 清真的馆子 尝尝香飞爱吃的这个塔斯密去 对嘞 闲聊啊 聊这么长时间 下回再接着 感谢关注公众号 老郭相声会 各位好 准时准点 陪您聊天 我说于谦 咱们继续开聊啊 那么今儿聊点什么呢 每个相声演员啊 可能都有自己爱用的这么几句口头语 啊 这是代表性的招牌段子 我就不用说了 三大爱好 您都知道吗 啊 甭管到什么地方 哪怕到了国外 郭老师站台上一招呼 于老师三大爱好 哈 您再看台下 好几百人抽烟 喝酒 烫头 说的还倍齐 弄得跟大合唱似的 再往远点说 八十年代 高英培先生的钓鱼 啊 那就是经典的 哈尔他妈妈 快拿大木盆来 嘿 那段特别火 大伙都愿意听 高先生呢 甭管到什么地方演出 节目单上边排什么节目 台底的观众都得起哄 哎呀要求来一段钓鱼 按说这段活呀 那时候话匣子播 啊 电视上也播 那么词呢 老百姓恨不得都背下来了 那也不成 就非得让高先生再说一遍 这听多少遍 都觉得听不腻 尤其是咱天津观众啊 看见高先生上台 扯着脖子就嚷嚷 啊 我说高大爷 钓鱼嘿 你瞧 观众就是演员的一世父母 有一口求您得满足啊 结果高先生站台上 一说到 二大妈妈 就这句啊 您再看台底下 那叫集体跑火 也是大歌唱 快拿大木盆来 哎 好家伙 台上台下都挺高兴 挺乐呵 他也热闹啊 那再比如说我们德云社小月 月云鹏 一个是五环 甭管走到哪啊 都得带着观众一块唱 啊 五环 有点意思 听了这么多年的五环 有个事啊 不知道您琢磨过没有 您说 北京这几条环路里边 他是二环的年头长呢 还是三环的年头长呢 有朋友就说 千儿哥啊 您今儿录节目之前 您绝对是又喝了 您这石火呀 您背着手指的叔叔 一二三 这二在前头 三在后头呢 那肯定得是先有二环 再有的三环 秃的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的事吗 哎 你瞧 这事吧 您还真就是没说对 北京的这几条环路里边 实际上是先有的三环 然后才有的二环 三四十年以前啊 北京城的面积 比现在小的多 出了二环这个范围 就算农村了 除了庄稼地 就是大野地 一九四九年以后 这地面就开始修工厂了 修各种配套设施 我们中学地理课 您都学过吗 有污染的工厂 必须修在城市下风下水的位置 您不能说把工厂修在上风头 大烟弄乎乎一冒烟 然后全城人都跟着闻味 那不成 您只能修在下风头 所以北京的东郊 当时就修了好多工厂 您比如说最有名的 您都知道的什么七九八 七九八 说起这七九八 为什么叫七九八呢 这厂子 原先是个生产电子元器件的工厂 多少带点这个保密的性质 带号叫七九八 就跟智取卫虎山里边那203似的 大伙都说203 实际上是个首长 就那意思 九十年代以后 城市发展了 工厂都搬走了 之后 这才改成的七九八文创园 北京的东郊方向修工厂 西北方向修的就是不污染环境的 这大学和科学研究院 您比如说清华北大 周围那一片 就学院路 八大学院 工厂大学科研院 这些单位的人平常过日子 他得出门办事 得买太多饭 所以说配套的交通设施 也得必须跟上 为了解决这些单位的交通问题 1958年 北京就修了现在的北三环 东三环和北三环都修了 唯独没修西三环 那等于就缺一会儿 全线没有贯通 老百姓约定俗城管这条路 就叫三环路 约定俗城归约定俗城 您有空可以查查那个时代的北京地图 绝对找不着三环路 这么个说法 直到1981年 西三环缺的这块补生以后 地图上才正式有了三环路 这三个字 二环路开工 实际比三环路还得晚十年左右 六十年代以后 北京把老城墙拆了 这才开始修地铁 修二环路 所以现在您看啊 二环路上凡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立交桥差不多都是原先老城门的位置 就拿我小孩住的白塔寺来说啊 那地方挨着西二环 有个浮城门立交桥 浮城门往南 复兴门立交桥那 那是全中国的第一座立交桥 1974年完的工 浮城门立交桥南边 西之门立交桥 那是当时中国最大最先进的立交桥 初中课文里边有篇课文啊 叫北京立交桥 我小时候没赶上啊 年轻点的80后应该赶上了 90后那是全赶上了 00后直到现在好像还学这篇课文 课文里边有这么段话 讲的就是西之门立交桥 那我给您念念啊 西之门立交桥与建国门桥风格迥异 顶层机动车车道是圆形转盘 中层非机动车道是椭圆形转盘 整个空腹转盘桥 外径东西长140米 南北长95米 比工人体育场的足球场面积还要大 凌空鸟看 有人说他犹如满月 有人说他好似盘龙 好多的外地朋友啊 学完了这篇课文啊 来北京 特意还得去西之门立交桥上去看看 瞻仰瞻仰 这么一瞻仰的就发现 哪哪跟课文都对不上号 这事啊 您不能来当初写课文这人 现在的西之门立交桥是1999年新修的 北京立交桥这篇课文呢 讲的是已经拆了的老西之门立交桥 老西之门立交桥比现在这个啊 设计简单 1980年完的工 就是上中下三层的这么一个大圆盘 中间那层走自行车 上下两层走汽车 进去以后绕圈就行了 跟环岛的意思差不多 1988年的老电影 傻貌经理 哎有好几个桥段 就跟那个西之门老立交桥上取得紧 还给了好多特写的镜头啊 有一段就是宋丹丹老师演的北京大妞叫鹰子 跟这西之门立交桥上唱八十年代最火的流行歌曲 什么流行歌曲呢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话说的这有朋友肯定就该问了 你说北京眼下这二三四五六七 一直都修的七环了 是吧 那么这一环呢 对呀 这一环路跟哪呢 眼下网上有这么个说法 说北京的一环路啊 就是南边的长安街 北边的平安大街 再加上东边的东四 东丹大街 西边的西四 西丹大街 这么绕一个圈 就算一环路了 这个说法吧 您说准确实际上也不是特别准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平安大街也是1999年修的 您可以查查地图啊 老北京压根就没有平安大街这么个地名 现在您去前文大师那能看见那种老的油轨电车 老北京叫钉钉车 钉钉车这俩字 按字面上写 写的是铃铛的当 当当车 就是金字边 一个想当然的当 读的时候 您必须得读 钉钉车 钉钉形容的是老的油轨电车 摇铃铛的时候 那动静 眼下您甭管汽车还是自行车啊 赶上路口乱 再不就是拐弯 啊 事先有死角的地方 汽车摁喇叭 自行车摇铃铛 为的就是提醒大伙您溜神 后不来车了 钉的车没喇叭 司机在前头管开车 车屁股那呢 挂个大铃铛 售票员呢 连卖票外带管着铃铛 赶上过路人 路过那个路口人多的地方 再就是轨道有人碍着事呢 哎 他叫叮叮叮叮 这么叫铃铛 老北京人管这个油轨电车 叫叮叮车 那么叫叮叮车 也就是因为这个铃铛的声音 太有辨识度了 对吧 一百多年前 北京叮叮车车走的路线 跟网上说的北京一环路 差不了太多 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到了北海公园北门东边 滴安门路口这 就不能再往东走了 不能直接这个奔东寺 得从这滴安门路口 先往北 走鼓楼南边 滴安门大街 过后门桥 一直走到鼓楼墙根底下 然后往东 走鼓楼东大街 过这个南螺谷向北口 到交道口奔北心桥 就是现在的这鬼街东边 那路口呢 然后再拐弯 往南去东寺 东丹 上长安街 这么着 绕一大圈 有朋友问了说 叮那车 为什么不从 滴安门路口 走平安大街 直接往东走 去东寺 你瞧 刚才我就告诉您了 那时候压根就没有平安大街 没有这么个概念 直到1999年以前 滴安门路口 都是个钉子路口 往西往北往南 都有路 唯独往东 没路 那块地方 原先是 这胡同金民区 按老年间的说法 这叮那车 走的这个环线 就是北京的一环路 您再往外的说 老北京城墙根底下 当年还有一圈 环城铁路 这条铁路线 大概就相当于 那时候的二环 有这么两条线的概念 1958年 就刚才咱们说 北京城南北东三面 环城公路修好了以后 老北京约定俗城 就给他起了个名 叫三环路 实际上呢 真正的二环路 当时都没有修呢 您说这么一来 北京的环路 就是先有的三环 后有的二环 咱们说完一二三环啊 再说说四环 眼下北四环 那边地铁有个 北土城站 也就算是个交通枢纽吧 好多朋友 每天早晚上下班 再有就是去个 奥森公园那边玩玩 都得从这地方走 北土城站呢 十几年以前 还有个地名 也是老百姓约定俗城的叫法 地图上您查不着啊 那叫熊猫环岛 地铁北土城站 为什么叫熊猫环岛呢 这么着吧 我先给您放首歌听听 1990年北京开亚运会那会儿 满大街小喇叭 大喇叭放的全是这首 叫亚洲雄风 这就跟2008年满大街放的 都是北京欢迎你一样 开亚运会得修场馆啊 修运动员住的地方 那么修的这片地方 就是现在您都知道的 北京北四环亚运村 北土城站呢 亚运会那会儿是 亚运村的进出口的地方 每天人也多车也多 那时候咱们刚才说了 丽交桥还算新生事务呢 解决路口交通问题 最省事的办法 就是修个环岛 亚运村的村口那修环岛 那得把亚运会的特色 得体现出来啊 那么说1990年亚运会以前 四川宝兴县特意挑最好的 汉白玉和大理石 做了个熊猫盼盼的雕像 雕像运到北京以后 就放在亚运村村口 这环岛中间 一放 这就放了15年 所以老百姓约定俗成 就管那环岛 叫熊猫环岛 实际上您去查北京地图啊 那时候的 您根本就查不着熊猫环岛 这么个说法 直到是2005年 北京要开奥运会 修地铁八号线 当时这条线啊 叫奥运支线 好多朋友 2008年去鸟巢那边 看开幕式 看比赛 都是评入场券 免费做这条地铁线 修这条地铁线的时候 亚运村村口的环岛碍事 怎么办呢 拆啊 就给拆了 环岛中间这熊猫盼盼 有段时间 说是要等地铁修好了以后 在原封不动 放回到这地方来 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没放回来 那么地铁修好以后呢 好多朋友就跟网上呼吁 说是新修好的 这个地铁北土城站啊 不如干脆就叫 熊猫环岛站 也算给大伙留个念想 那么有关部门呢 也是考虑 熊猫环岛都没了 地铁站啊 还叫熊猫环岛 那别说外地来的朋友 就算土生土长的背景小孩 年纪要是稍微小点 没经历过那时代 他到这也得晕头转向 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么着 原先那熊猫环岛这地方 修的地铁站 最后定名就叫 北土城站了 2016年12月28号 网上啊 传出那么个消息 说是熊猫盼盼 原型的那只大熊猫 人家也叫盼盼啊 说走了 就整整活了31年 那么说31年 对野生大熊猫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 一般都活个20多年 而且这野生大熊猫的基因呢 对大熊猫研究非常重要 这熊猫盼盼呀 有一百多个后代 是名副其实的英雄爸爸 北京亚运会一化就过去了30年了 全国各地呢 据说好像就剩下两座熊猫盼盼的雕像 还跟大街上站着呢 这两座雕像在哪呢 就是北京老宣武区 我们德云社 湖广会馆两个厂的旁边 虎房桥路口 东北角那个位置 这地方您说 为什么还留着两座熊猫盼盼的雕像呢 回头有机会啊 您可以实地去看看 一看您就明白了 离开北四环亚运村一直往南走 南三环旁边 有个地方叫南墨房 我一说南墨房 现在好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就觉得 就这普通的地名嘛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跟我岁数仿上仿下的朋友 一提南墨房 感觉的就不一样了 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南墨房 是九十年代初北京开完亚运会以后 老城区拆迁改造 最早修起来的一片居民小区 那时候住的湖东大杂院里的老街坊们搬家 平房改楼房 最主流的两个方向 往北斗市区亚运村 往南走 就是去南墨房 南墨房 现在算是三环附近 黄金地段 您说买套房 少说 也得好几万一平米 九十年代初 街坊邻居晚上吃了饭 搬着小的小马杂出来 摇着铺上 坐马路路登底下聊天 那有好事的时候就得跟大伙说呀 嘿 知道吗 咱们这 这片可能有信了啊 要拆 说全去南墨房 那您 您再看大伙 协调一致啊 全是呲牙咧嘴 直坐牙花子 啊 哼 哎呀 这 这南墨房 那地方能去吗 那位说 南墨房 南三环旁边 黄金地段 有什么不能去的 您这现在的观念 九十年代初那会 南墨房就算郊区 到了农村 连街道都没有 叫南墨房乡 别不说啊 那时候学着每天上下学 坐车买月票 您要是说住二环礼 每月花两个钱就成 那叫试学月票 那公共汽车三字头以下的随便坐 没限制 您要住南墨房 每月您得花四块钱 买通学月票 算长途 您看我家里边 那个电视剧有一集吗 讲的不是就这事吗 小区要拆迁 一帮老街 也是晚上吃完饭 坐楼底下斗牙签子 良想 忒远不能去 大行 那更不能去了 去密运 好家伙 妈爷为 还让人活 不让人活了 你想 人这词都这样的词 但是三十年以后 您再看 甭说三环外了 好多老街 恨不得都搬到七环外 河北桌州那边去了 反倒是我 我家那老小区 在西边门外边那边 这么多年 没动地方 没边影 有的影迷和特地 还找这个小区去 叫我给他看一眼 当年这家人 住的那套单元房 外头的小阳台 说是只要是 看看这小阳台 就觉得 那家人好像还没搬走 还跟这地方 每天逗着壳子 乐乐呵呵 鸡毛蒜皮的 那么住着 过着日子 话说到这 您知这南墨房 为什么叫南墨房呢 列伟又说了 千哥又来这套了 咱们节目播了这么多回了 我们也摸着规律了 南墨房 为什么叫南墨房呢 肯定是因为 原先这地方 有个墨房 这边又是北京的南边 所以就叫南墨房 对不对 这么说的话呢 只能算您只知其一 没知其二 南墨房叫南墨房 倒是真是因为 这地方当年有好多墨房 可是墨房 为什么就非得修在 南墨房这地方呢 对吧 北京地方大了 有南墨房 它怎么就没有东墨房呢 它怎么就没有西墨房呢 对吧 咱们得讲这道理呀 墨房修在南墨房 一个是因为这地方离得通州近 粮食顺着大运河 从南方运过来 能就近加工 再一个就是因为这地方 当年的河多 水多 那位说了水多就多呗 跟墨房没有什么关系 眼下您去南方好多地方 尤其是农村 还能看见那种传统的水墨房 人家粘米墨面 不用牲口拉墨 都是守着河边弄水车 靠水利驱动 南墨房当年这墨房 也是这么个原理 这种水利驱动的墨 在文言里边有个专门的叫法 叫做 对 对这词 就是把土堆的堆字 这个土字边 换成石字边 这个字呢 字典里边的正音 应该念对 不过好多老北京人 习惯就叫锥 你就拿南墨房那边来说吧 有个地名叫水锥子 全国各地的朋友都知道 北京有个老的老官员 花鸟鱼虫市场 有名 土生土长的北京玩主 九十年代初那会儿 买个花鸟鱼虫这些东西 讲究的都是去水锥子 水锥子这市场 为什么就非得认准这地方呢 水锥子那地方 当年算郊区 地方宽敞 东西比官员市场多 也全 现在你要是想见识见识 这种水利驱动的墨啊 也有去处 北京南二环 天坛往南走 永定门城楼的旁边 老的北京面粉二厂 八九十年代 市面上有种天坛牌的方便面 海鲜味的 包装袋是绿塑料的 上头印着拌拉鸡蛋 还有一只大虾 这种老天坛方便面就是北京面粉二厂的产品 那面粉二厂这地方跟前面说的七九八差不多 也是生产线拆迁以后 老厂区改成文创园了 厂区里边开了个首都粮食博物馆 各种跟粮食沾边的老物件全有 人家还特意 一比一的比例 原样复制了一个七八十年代的老国营粮店 正听朋友的节目 你有空可以去这个老厂子溜溜 年纪大的朋友 找着当年生活的感觉 年轻的朋友 你也可以体验体验 父母那年代的人当初过的日子 得嘞 这今就到这吧 下回接着聊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宇谦 还是老一套 是吧准时准点 咱们在这聚情 今儿呢还是又跟您聊天去了 聊点什么呢 今儿咱们继续聊聊老北京那点的事呗 是吧 我小时候呢住在北京西城区 府城门内白塔寺 那么这集节目呢 咱们不如就从白塔寺的那座白塔 咱们开始聊 好多外国的朋友 还有外地的朋友来北京旅游都讲究去北海那溜达一圈 吃顿仿扇呢 逛逛白塔呀 北海公园穷华岛上的那座白塔呀 是清朝是清朝顺治八年啊 公元1651年留下的东西 您站在这座白塔上啊 手搭凉棚 您往西边看 还能看那座白塔 那座白塔可比北海公园的白塔年头老得多了 那是元氏族忽必烈 修元大都的那会留下的物件 正名叫庙映寺白塔 眼下您去西安旅游 当地最有名的古迹 城外那得说是秦始皇兵马俑 那么城内呢 就是大雁塔 西安大雁塔 只要是中国人差不多都知道啊 大雁塔底下那个大慈恩寺 那名气反倒没那么大了 好多朋友呢 可能就不知道了 那庙映寺白塔也是这么个情况 塔比寺那年头长名气大 老百姓平常只是塔说事 就管这座寺呢 俗称就叫白塔寺了 正名到不常有人知道了 现在好多讲老北京的节目啊 都告诉您说北京城里啊 是这个李九外七皇城寺吗 九门八点一口中 苦海幽州拔壁哪吒城 是吧 这拔壁哪吒城这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哎民间传说啊 说永乐皇上修北京城那会儿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刚把这墙砌上就闹地震 哦 哗啦一下子把这墙就给震塌了 干活的工人呢 重新来呗 是吧 重新活泥 再弃墙 刚起好 又给震塌了 来来回回就折腾了好几次 这事呢就让永乐皇上知道了 啊那调查调查原因呐 哎大军师姚广孝 眯眯眼睛掐着指的一算 哎 国家航 跟皇上报告 就说北京这片地方啊 在劳了年间那周 是这么一片汪洋大海 哎要不然怎么叫苦海幽州呢 是吧 后来呢海水退了 有条涅龙就钻到地底下去了 您现在好家连气墙带盖房子 那点砖头水泥 全压在这龙身上了 那人哪干呢 可不就开始折腾吗 哟 听这么句说永乐皇上一合去 这这话说的在理啊 是吧 在理归在理 可是也不能因为有条龙在这折腾 北京城就挪地方啊 哎 那反过来就让姚广孝给出个主意 把这条涅龙里看看 怎么给他镇住呢 让他老老实实在那猫着 别瞎折腾 那么龙 龙最怕谁呢 这动画片 哪吒闹海 您都看过吧 几岁大爷孩子上海一洗澡 光屁股就能把东海龙王熬广 揍得满地找牙 还能把龙王爷那三儿子给抽了金 和龙 那么最处的就是哪吒 姚广孝就给永乐皇上出主意 干脆 您就按这鹅渣的造型 咱们修北京城 有鹅渣跟这阵仗 甭说孽龙了 就恐龙 也得给他老老实实的趴着 永乐皇上修北京城 光是现在的内城啊 就老的东城加西城 像什么老宣武区重温区 那时候还没有呢 按北京内城来说 最南边 正中间的那个正阳门 也就是俗称的前门呢 是鹅渣的脑袋 最北边的安定门和德上门 那是鹅渣的两条腿 剩下的八座城门 就是鹅渣的八条胳膊 鹅渣要是想把这涅龙给镇住 不能赤手空拳呢 得有兵器啊 现在您去北京东二环 长安门外有座冬月庙 老北京民间传说 冬月庙是鹅渣的乾坤圈 混天灵 府城门白塔寺 跟冬月庙隔着个中轴线 一东一西正好对称 白塔寺 哎这座白塔啊 就是鹅渣手里的那杆火箭枪 我小时候啊 就在鹅渣这火箭枪底下住 金枪特别深啊 就是赶上刮风天 尤其七八级大风不成啊 那就没意思了 必须是四级以下的小风 不紧不慢这么一刮 这时候 您甭管是在胡同里溜达 还是跟屋里坐着 就能听这白塔寺白塔顶上 那个当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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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紧不慢的那铃的 哎呱的就那么响 等到晚上睡觉 夜深人静 躺在被窝里 惶惶呼呼半睡半醒 听着外头那铃的声啊 说句悬有点话 历史气息扑面而来 熏也能把你给熏睡着了 白塔寺 那真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啊 好多讲老北京的那个影视作品 导演都愿意跟白塔寺周围的胡同里边 取景 有些故事呢 可能还就只有白塔寺那片的老街 我们知道 您说离开白塔寺方圆五里地以外啊 土生土长的老北京好多事也未见得清楚 现在您要去我小时候住那片胡同里溜达溜达 碰见跟我岁是仿上仿下的那些老住户啊 没准还能告诉您 他们小时候在白塔寺赶庙会 啊吃过那么一种小吃叫江苏妖子 哎白塔寺那是独一份 离开白塔寺整个北京城 您都找不着第二家 其实我也是长大以后啊 全国各地巡演 到了苏州那边才闹明白 白塔寺老街们都说的那个江苏妖子 可能是跟苏州的那个萝卜丝 差不了多少的那么一种吃是 苏州的那萝卜丝啊 到了北京 哎为什么叫江苏妖子呢 据说是因为当年跟白塔寺 摆摊卖这种小吃的两口子 老家是江苏的 中年人 四十来岁是吧 也弄不清楚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了 就觉得两口子包的那个 萝卜丝饼外形看起来跟大妖子似的 那么就叫江苏人包的 所以就管他叫江苏妖子 做江苏妖子啊 必须用那个大的象牙白萝卜 那要说变萝卜水萝卜那都不成 做出来味不对 大排萝卜 象牙白 洗干净了 带皮 切细丝 切好了 萝卜丝 放盐 放五香粉 腌这么一会儿入入味 因为平常 您跟家里边包萝卜馅的包子 饺子 萝卜加盐 腌完了以后 得稍微攥的水分 江苏妖子 不能攥水分 喂的是留住那个白萝卜那脆嫩 多汁的那口感 那么有朋友问了 不攥水分 回头出汤怎么办 那就只能是 短瓶块 赶紧做赶紧吃 让萝卜来不及出汤 腌萝卜馅的同时 还得另外准备一碗猪肉馅 猪肉馅里边还有那个 剁成沫的海米 切成粒的猪板油 再加上绍兴黄酒 白糖 葱花 盐 提味 干的薄薄的那个面皮上的 先铺一层萝卜馅 然后铺一层肉馅 最后再铺一层萝卜馅 五发三层嘛 那面皮一包 包的跟猪腰子似的 呲啦一声 扔到大油锅里边 旺火热油炸的金黄酥脆 再捞出来 看着就那么好吃 吃姜酥腰子 你讲的就趁热啊 刚出锅 滚烫的时候 拿这种老的叫豆包纸啊 趁着 跟手里咱们拖着 跟手里咱们拖着 先用牙尖 轻轻咬这么一小口 为的是放在里面的热气 然后再拿起摊上的醋糊 往里边烧烧的点那么点醋 也是为的提味 解腻 顺带着也能降进温 这么一口咬下去 咔嚓一下 先咬着最外头那层 炸的那个都酥了 起着泡的那层面皮 您再往里边去 上下两层萝卜丝 火候不是特别熟 也不是特别生 还能吃出萝卜丝的那个脆嫩劲 咱们一股这个甜味 和这清香味 最里边的呢 是这层肉馅 嚼在嘴里顺着嘴角往下流油 喝 那过瘾 说了 您说的这么过瘾 听着这么解馋 真吃过这江苏腰子吗 实话跟您说 没吃过 小时候听胡同那老人 还有比我岁数稍微大点的那孩子吗 是吧 说过 白塔寺庙会 白塔寺庙会 可以说老北京历史最悠久的庙会 从明朝一直开到 1960年 您想我是69年生人呢 其实就差了不到10年 现在一说的庙会 好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啊 那肯定就是过年 觉得只有过年才能光庙会 哎 实际不是这么回事 庙会 以前是大城市里边就相当于农村赶集 也是每月定期开 方便城市居民讨行各种日用品 那为什么叫庙会呢 哎 举办这种活动 用现在的话说啊 这个 自由市场 展销会 人多东西也多 必须得找个宽敞的地方 那么城里 什么地方对宽敞呢 可不就是那个安贯寺庙吗 哎 对 所以您看全国各地老的传统商业区 多数都是守着什么 什么什么庙 啊 什么什么寺都在这边上 那么出家人借这个机会呢 庙里人气旺了 能多收几个香火钱 还能收点市场管理费 哎 庙周围老百姓呢 出家门就能买着过日子的东西 方便了 是吧 做买卖的人呢 借寺庙的地方也挣着钱了 对大伙都有好处 白塔寺庙会原先的规矩啊 是每月阴历逢四逢五开 1949年以后呢 当时北京的商场数量有限 为了方便老百姓生活 东城区保留了一个龙夫寺庙会 后来呢 改名叫东寺人民市场了 西城区呢 留下一个白塔寺庙会 一个护卧寺庙会 直到1960年才正式取消 在我的后园 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 一株是枣树 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句话啊 好多朋友这个中学语文课都学过 现在您去白塔寺西边 鲁迅博物馆 博物馆里头有个小四合院 有两棵枣树 就还跟在院子里长着呢 秋天树上正式接的那是 老北京的那个马牙枣 吃的嘴里又酥又脆 鲁迅先生的老母亲呢 跟这个小院里边守着 这两棵枣树 一直住到1943年 老太太在室那会 也是定期画上栏子 招呼着接吻邻居老姐姐们 上这个白塔寺赶庙会 买过日子的用的东西油盐酱醋 针头腺脑什么的 走的胡同里 除了说话口音不一样 绍兴味特别足 别的地方也跟那地道的老北京老太太 没有什么区别 我小时候住在白塔寺边呢 最不缺的就是各种传说和故事 比如说 很久很久以前 咱那位朋友就问了 很久 到底是多久啊 是什么时候啊 这事您不能太较之 是吧 说是清朝的事可以 说是明朝的事 也不是不成 反正 反正就是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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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很久以前 辅政文内大街 中计实惠 哎 所幸呢 掌柜的人挺好 饭菜给的分量足 油水也大 真敢吃煮临时 有个为难招窄 兜里不方便的时候 人家也不争竟 得了 先记账吧 您多会有了多会再给 每天中午呢 定点来盛有轩吃饭的 有这么一位老大爷 论前级呢 大概是六七十岁 头发胡子花白 身上呢 破一拉撒 脚上呢 这双鞋呢 前后都张了嘴 这路鞋有名啊 叫吞吐虎 老头呢 是个小手艺人 干的是鞠锅鞠碗 鞠大缸的买卖 平常也看不见 他做买卖挣钱 吃饭呢 多少还有点穷讲究 每顿饭有婚有素 还得喝二两 吃完喝完一磨嘴 告诉老板 记账 别的连客气话都没有 背起家伙事往外就走 你说掌柜的一看 说这么大岁数人了 混的又是这么个境遇 得了 别争竟了 也就没当回事 全当积德行善了 老话讲 救急不救穷啊 有些事在一在二 您不能在三在四 这老头倒是挺有意思 连着吃了人家好几个月 就是不提给钱这事 吃了最后掌柜的实在 崩崩住进了 就拿话点着老头 大爷 我也不知道您贵姓高明啊 反正就看您见天来 来了呢 还就连吃带喝 我那一个账本好像没寄别人 是吧 全给您快写满了 您上我这写小说不成啊 您看是不是 是吧 这老北京人说话办事 讲究的是个含蓄 这也是要钱您不能要的 太直呗 掌柜的把话说到这份上 意思就已经挺明白了 没想到老头呢 不紧不慢 巴搭 吃了这么一口溜肥茶 滋都又喝了一口酒 张嘴就说了 你看你那德行 就这么几个小钱也好意思 张嘴至于吗 要脸吗 哎 那是奖礼不奖礼啊 啊 我身上有手艺知道吗 动动手就是钱 差不了你的 招着那门子急啊 去去去 再给我来个火爆腰花 别吵老了啊 吵老了回头我不给钱啊 哎 掌柜的让他这么一顿抢 活也上来了 马上就盯了一句 我说 您老说您有手艺 我也没见着您挣过一个大子啊 得了 今儿您给个明白话 到底什么时候能挣着钱 老头还不紧不慢啊 字都一口酒 巴搭一口菜 接着说 着什么急啊 我是干大买卖的 知道吗 等我那四个亿工程下来 得了 掌柜的文荣老头往下再说啊 直接就把话头给拦下了 不是 您跟这儿吹您那四个亿工程 我站旁边听的耳朵都快起奖子了 今儿您也甭四个亿了 啊 我好人做到底 给您拉个主顾 好吗 对门 白塔斯 大喇嘛他们家 啊 有几个 上工用的长冰灯 用的年头也长 裂了 要不您给收拾的拘据 挣俩钱把我这坑填上怎么样 几个长明灯 值得我老人家去一趟吗 就我那四个亿工程 您要再提四个亿 我给您挤啊 要这么着 西四那边 我们同行郭掌柜的 他们家水缸裂了 这活够大吧 要不您辛苦辛苦啊 一个大水缸 值当的吗 你让他买个新的不就完了吗 人家越说越枪火啊 人家牛顶的这份上了 掌柜的可真是有点急眼了 我说老爷子 您这也先小 那也先小 白塔四白塔个儿大 您给拘了行吗 呦 老头真不含糊 胸脯一挺 手一缕胡子 照样不紧不满 白塔 算个什么事啊 就是前门娄子 爷们也照样把他给拘了 有那么句话吗 你没听说过吗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掌柜的那张嘴啊 也不知道是开过光还是怎么着 哎 就这件事没过也多长时间 有一天早上 白塔四周围的姐夫们早上起来 出门抬头一看 白塔四那白塔 哎 真就裂了这么一大口子 白塔裂了 那得想办法修啊 那这愣就是没人修得了 紫禁城的皇上也是实在没辙了 贴黄绑 招贤 盛有轩 吃霸王餐这位老大爷 还真的就把这黄绑给揭了 接下来连日三天啊 白塔四周围大雾弥漫 走对面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周围的老姐夫们 就听着白塔四上头 有那种滋拉滋拉滋拉 打钻的声 就跟现在您在家里装修 打电钻的意思差不多 三天以后 云开雾散 白塔四那塔身上 多了好多道铁箍 这真就让人给拘起来了 那位吃霸王餐的老大爷呢 从此也就再也没露过面 人间蒸发了 哦 这下子可了不得了 老百姓就开始议论啊 说这位老大爷 八成就是鲁班爷先生 哼后来越传就越神火 府上门内 白塔四底下 从此就留下这么一个传说 叫鲁班爷居白塔 现在您去白塔四 站在白塔底下仔细看 还能看见塔身上 有几道鼓起来的圆圈 按老北京的说法 这几道圈 就是当年鲁班爷 给白塔打的锯子 鲁班爷居白塔呀 是我小时候住的白塔四 搬着小板凳 坐着胡同墙根底下 晒着太阳 听鲁班老太太讲的故事 您要是想把这故事 再给现在的小孩掰得清楚了 呵 那就要了心命了 别的不说 光这鲁字 您就能给他解释大半天 鲁锅鲁碗鲁大缸 算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手艺 直到八十年代初 好多地方还能看得见 干这行的人叫鲁匠 都是走街串巷 挑着根匾的 匾的一头挂着个 三层的木头工具箱 再抽腿打 抽腿里装着各种的 砸起砸班的零碎 意思跟现在修鞋师傅用的 那种工具箱差不多 匾的那头呢 挂着这个鲁匠平时干活用的 小锤子 还挂着一面小铜锣 挑着扁子走的时候呢 铜锣跟锤子自然而然 就碰到一块了 叮当乱响 就等于代替吆喝了 您想走的什么宽着的地方 不碍事的地方 打树底下水井边上 居井就把这扁子撂起 摊到枝上 然后用这小锤 当当当当当当 敲铜锣 嘴里还得吆喝着 鞠锅 鞠碗 鞠大缸咯 北京小孩呢 根据这条吆喝又添了几句 编了首儿歌 叫鞠盆 鞠碗 鞠大缸 小孩的裤子吊水缸 水缸有条小金鱼 红嘴巴 白肚皮 那时候的老百姓啊 日子过得普遍是不富裕 家里有点东西呢 都特别爱惜 打瓷碗 瓷缸子 瓷罐子 要说吊的地也啪叉 摔得粉碎 那没辙也就没辙了 你要说但凡运气好点 摔得不是特别碎 那可就可以找这个鞠匠修 修好了呢 修好接茬用啊 鞠章带着套袖穿着围裙 坐在小马杂上 把那破瓷器接过去 先得特别仔细的来回对 把那瓷器破的茬口 给它对齐了 对得严丝合缝了 眼下老百姓还有几句俏皮话 叫鞠碗的戴眼镜找茬 就是这么传下来的 等对齐了这茶口 鞠章还得拿麻绳 把这瓷器里里外外 捆结实固定住 按咱们想瓷器 光出溜的不好捆 哎 人家鞠章还就有这手艺 要怎么说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吗 破瓷器对齐了茶口 拿麻绳捆结实 鞠章就开始从工具箱里边 拿出一个小的这个手钻来 什么叫手钻呢 您看西游记 小西天那回 孙悟空让黄玫瑰给扣到这个金箔里了 孙悟空就用那救命的毫毛 变成了八瓣梅花钻 外带一小公字 里边钻眼想钻出去 手钻 眼下有的木镜师傅可能还用 园里跟老百姓 抖空住 那个意思差不多 木头杆上装个钻头 然后小工的那个工衔 套住那木头杆 前后来回拉 钻头不就转起来了吗 那以前没有电钻 打眼都用的是这种手钻 居章跟这个木镜用的手钻 最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是那个头小 再一个是居章用的那个手钻 钻头尖上 有那么一个点小的那个金刚石 为的是在这 居的这瓷器上打眼的时候 钻得动 瓷器硬度高啊 要不就留意这么俏皮话 叫没有金刚钻 别懒瓷器活 居章拿着这手钻 在瓷器上钻眼 是顺着那个对好的茶口 左右对称着钻 具体钻多少眼 那得看情况 人家有专门的技术标准 钻好了眼 那就可以了 剩余的事就是上鞠子呀 鞠瓷器的鞠子 说白了就跟现在钉书器 用的钉书钉 意思差不多 两头带尖 带钩 正好一左一右 可以插在对称的那个俩小眼里 插上鞠子 鞠竟再把那个 用小锤子 把这鞠子 两头尖的地方给它敲平了 原理跟您用那钉书器差不多 多少个钉子打上去以后 瓷器那茶口就算固定住了 这时候呢 居井还得在那茶口上 抹一点特质的胶水 彻底的把那缝给护住 为的就是不漏水 哎 等这层胶水干透了 才能把麻绳给解开 瓷器里里外外擦干净了 双手拖着 当着周围看热闹人的面 递一个文竹 还得扯着嗓门吆喝一声 哎 您给来点水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眼下 您看这马路边修自行车 师傅啊 多数都是自己预备一盆水 为的是呢 检查补好了车胎漏不漏气 以前的居井拿着这修好的瓷器 跟本主要水 也是这意思 为的是让您检查一下质量 顺便呢 我也显培显培 告诉那会儿 咱这手艺高 我有信心 不用自己带水 是吧 您装水去吧 他肯定不漏 这也算是咱们中国传统手艺人的一种范儿 用现在的话讲 豪亨 本主拿着修好的词去 装水一试 哼 果然不漏 那就当然得奉承两句了 外带遗述大墨哥 嘿 您这手艺不错啊 高 实在是高 哎 这么着 就等于也算这 也算替这居家 杨明立了弯了 做了广告了 老北京小孩还有这么首童谣啊 唱的就是这意思 鞠锅鞠碗鞠大缸 老头的草帽掉水缸 鞠盆鞠碗鞠大缸 鞠老太太尿盆不漏汤 这都小孩的童谣 至于说最后怎么算钱 以前的规则是 按用的鞠子的大小数量和材质 那么算 那么有位就说了 鞠子还分材质 你看这话说的 鞠子嘛 必然得分材质 您比如说啊 您家里衬个圆青花的罐子 没留神摔两半了 回头您找鞠进去了 随便打几个铁钉子 天长日久一生锈 那不糟进东西了吗 您最不济 也得弄个银鞠子呀 那真正讲究玩高大上的 那就得用这纯金的鞠子 所以您看眼下大街上 虽说看不见挑袋的 鞠锅鞠碗鞠大缸的 那古玩行那边 修古瓷器 照样也用得着这行人的手艺 但人现在修的呢 都是高档货了啊 家里吃炸酱面的大碗 下头唠着款 微波炉专用 那就算不上找人家了 翻不上打鞠子了 这些年中学生语文课文里边 好像有篇课文叫行玉名 讲的是宝定府一位居定的传奇故事 老北京也有个故事叫居碗丁 后来还改编成平戏了 这个故事讲的就是北京长安门外 一位姓丁的居家 正经是真人真事啊 居碗丁当年住的那地方 好多朋友上班 可能还路过 叫东大桥 这地方离的东约庙 也就是拔臂哪吒城 哪吒手里拿着那乾坤圈 混天灵那部园 今儿可就不讲了啊 以后有机会 咱们可以再聊聊 抽时间说说这故事 各位好 龙博尔余谦 咱们准时准点继续聊天 眼下电视上各种谍战剧播的挺火 中国大陆拍谍战剧啊 往哥仁岛那得说是1981年那个 敌英十八年 这敌英十八年 您现在电视上瞅冷了 还拿出来播播 这部片子呢 咱们实话实说啊 拍的比较粗糙 那时候条件就这样嘛 是吧 挺困难 北京电视台投资 总共才给了十万块钱 但王福林导演指导 拍片的这布景费 场地费 演员的工资 剧组的工资 每天外带饭钱 够不够 反正就总共就这十万块钱 多了不退 少了呢 也不补 哎 饶着这么着 敌英十八年跟电视上播了以后 哎呀 特别火 那老百姓没看过这种题材的电视剧 他觉得新鲜 他觉得新鲜 那密探呢 是一九八七年拍的 那时候电视剧的市场相对就比较成熟了 投资多 片子拍的也细 这部戏呢 这部戏呢 南一号我还记得啊 叫潘飞 密探里边的这个潘飞呀 差不多就是按着上海滩里边许文强那意思倒似的 啊 西装革履 黑泥的礼貌 泥的大衣 甭管多冷的天 大衣的那扣永远不济 老是敞着怀 哎 人家要的就是来拍 走起来的时候呢 手插在大衣兜里 大衣领子竖起来 折着半张脸 帽檐压得特别低 盖着脑纹 大衣下摆 随风这么一飘 两只眼的平视前方 眼神那叫特别的深沉坚定 啊 里边带着忧郁 学的就是高仓健的那劲 演这个角色的那个翟乃亮老师 大帅哥 当年也就是二十七八岁 浓眉大眼鼻之口阔 尤其是那两道眉毛 啊 特别浓 特别精神 这事半生一出场 那迷倒好几亿的女观众 大家伙看完这电视剧 有两个桥段啊 印象特别深刻 一个就是这部戏里边呢 有那么大概两分钟来的吻戏 哎 给的那个还是大特写 那镜头啊 那位说了吻戏 算什么事 少见多怪呀 你瞧 您得说 那时候 一九八七年 电视上来这么个镜头 还大特写 说句邪性点的话啊 惊天地气鬼神了呢 都 每回电视演的这镜头 小孩 那看那叫一聚精会神 家大人呢 要是关键保守点的啊 表情就不自然了 坐在那就屁股上跟长刺似的 就盼着这镜头赶紧过去 别让孩子看时间长喽 哼 问题是这镜头给的忒长 好家伙两分来中 拍的还不是清楚 这不是要了亲命了吗 驾长实在绷不住劲了 啊 就故意干咳几声 跟那孩子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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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你去 赶紧 啊 你外屋给我倒碗水来 再不就去去去去 拿吐破去吧 咋吐错了 到外的垃圾桶里去 反说来说去 那意思就把孩子支走 别在这镜头跟这受罪 精神污染 密探还有一桥段 就是每回开场啊 背景 那整个是黑的 磨磨磨磨 只能看出人影来 潘飞呢 按许文强那事打扮 侧脸朝着观众嘴里叼着根烟 然后从大衣兜里掏出啊 一盒火柴来 打开火柴盒 拿出一根火柴来 撕拉一下 把火滑着了 凑到嘴跟前点烟 那这一串动作啊 全是慢镜头 大特鞋 点烟的时候呢 火光正好就把这人的脸给照亮了 潘飞跟那使劲做两口烟 做的火苗的直晃哟 烟点着了以后呢 潘飞还是猛吸一口 然后特深沉的那意思啊 表情很庄重 长长的往外吐一口烟 吐烟的同时 右手拿着火柴还得使劲甩那么凉下 甩凉下干什么呢 火柴头上还有火呢 拿手甩凉下把火苗的甩灭了 再往垃圾桶里一扔 省得回头着火呀 是吧 那眼下呢 要是说想点个火 多数都是用打火机 有朋友家里边呢 平常要是用电磁炉做饭 在赶上没有抽烟的人 那连打火机都未见得有 90后 小时候还可能划过火柴 00后10后 大概连火柴都没见过了 那些年 还能见着火柴的地方 除了宾馆酒店啊 就是小两口结婚 婚礼上都弄见着 传统婚礼有那么个规矩吗 新娘子得给新郎这边的亲戚点烟呢 所以好多年轻人临结婚以前 除了订酒席订喜堂 还得特意找地方订火柴 婚礼用的火柴都是特制的 大红的盒 特别喜削 里边装着火柴比普通的火柴粗越长 我小时候平常过日的用的火柴 比这个最起码得短一半 火柴杆也细 装火柴的盒呢 也就是最普通的那硬质壳膊糊的 上着印点图案 印着火柴厂的商标 现在的全职母亲啊 不上班 在家专门做家务带孩子 要是想监禁职 挣点国钱 那可以绣个什么十字绣啊 穿个珠子呀 七八十年代那会儿 最传统的家庭妇女 没文化 不认识字 没法出去上班去 都是街道居委会 统一给组织起来 干兼职 平常除了买菜 做饭照顾孩子 顺便还能挣几个钱 家庭妇女组织起来兼职 归了包堆 干的也就是这么几种活 像什么装钉书 胡纸盒 胡纸袋 绣花补花缝衣服 再就是打这个胳膊 大概就这几样啊 有朋友问了 您这最后那叫什么 什么叫打胳膊呀 这种传统的千层底布鞋呀 您都见过吧 我们说向上上台 要是按老判来穿大褂 脚上的标配 应该就是穿双千层底 你要是说上的大褂 下的来双军靴大马靴 那上台张不开嘴 不用张嘴 直接就成像上了 这不看上成乐了吗 那么千层底那个底子 得一针一针的纳 我们德文说 前门大褂那场子 旁边挨着的那连声 人家专门有这种纳底子的表演 这不要钱啊 您要是有兴趣 您可以去看看 纳底子不是说 这几块布直接拿着针线 往上一块一缝 纳底子那原材料 本身就是半成品 事先用酱火粘好了的那么一块布 分多少层啊 按过去来说 鞋底子上的这块布 不可能拿好布干净布给您做 用的都是收破烂 收上来的破布 回收上来的破布 洗干净了 拿酱火 几层几层往一块粘 做这个鞋底子的这半成品 这个工艺呢 就叫大胳膊 大概一百多年以前 社会上干这个的 都是最底层的穷人 而且富道居多 钱文大大再往南走 天潭北边有条胡同 叫耕生胡同 耕生胡同 六十年代以前 就叫胳膊垫胡同 有一整条胡同啊 原先住的都是收破烂的穷人 男的呢 老爷们白天出去 走街穿巷收破烂 家里的媳妇闺女啊 包括老娘啊 就跟家收拾破布 打胳膊 打好了胳膊 送到内廉生这些地方 就能卖点钱 街道聚业会 组织家庭妇女胡纸合 差不多也是这意思 谁想干的话 就去街道聚业会报名 领原材料 连带领浆户 还不用交押金 都是老街坊 知根知底 跑得了和尚 也跑不了庙嘛 家庭妇女把这些东西领回去 自己干 家里的孩子老人也都能跟着一块干 纸盒护好了以后呢 按月交到街道居委会 街道居委会 把这片的纸盒都收上来 在统一往火柴厂厂送 不光家庭妇女干这行 你有空可以翻翻 那本书叫我的前半生啊 末代皇帝溥仪 五十年代也胡过纸盒 手还特别笨 你想皇上吗 是吧 压根原先就没干过这个 胡十个纸盒 恨不得里边有八个 还都不合格 最后人家干脆就不让他干了 家庭妇女呢 每壶一个纸盒 接到居委会 收上来送到火柴厂 最后能返回来 大概一厘钱 一厘钱 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吧 这么说 一厘钱 这那边说 给这么点钱值当干嘛 这事您得这么想 他积少成多呀 再者说 火柴本身也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我记得七十年代那会儿 一盒火柴应该是两分钱 直到九十年代初 老百姓家里的这煤气灶啊 都改成电打火了 抽烟都用打火机的时候 小卖部卖火柴 也就是五分钱一盒 火柴 您甭看不值钱啊 以前家家户户过日子 还都离不开 人家团不抽烟 您也不可能不做饭吧 做饭就得点火 点火就得用火柴 七十年代那会儿物资紧张 买粮人用粮票 买油用油票 买火柴呢 你瞧 专门还有火柴票 也是限量供应 北京好像是按户算 每户每个月限量供应三包火柴 包火柴那包啊 好多朋友应该还有印象 用的就是那蓝色的纸 用土黄色的纸也有包成一大方块 每包里边有十盒火柴 每盒火柴大概也就是三四十根 三包三十盒加一块也就是一千多根 每月这一千多根火柴 要是正常过日子 点煤气灶生炉子 那也是绝对够用了 怕就怕家里有人抽烟 尤其那时候都是大家庭 结婚生孩子的早 一个家里边爷爷爸爸孙子 全抽 那火柴肯定紧张了 赶上媳妇气不顺 就得揪着这事 跟老爷们这身上撒法子 抽抽抽什么抽 你看看乌烟瘴气的 费钱还费火柴 每月就那么点火柴 都让你给点烟了 你抽你的烟吧甭吃饭了 这就得甩通链子 每月这一千多根火柴 不光家里老爷们抽烟 孩子逮着了还得拿着玩呢 还得糟蹋呢 那你说火柴怎么还玩啊 最简单的玩法 咱们哪说哪了啊 我的秘说您的秘听 咱们听众里边有那未成年的 或者正上学的孩子 咱们可是说好了啊 您可千万不要模仿 火柴最简单的玩法 就是把那火柴大头朝下 给它立在火柴盒 能划火柴的那面上 比方说您用的是右手 那就是这个食指在下 拖着这火柴盒 大拇指在上 压住了火柴棍的那屁股 把这两人东西拿手给它掐住了 让火柴头跟划火柴的那地方能接触上 又不能接触的太实 还必须稍微的带着点劲 这时候 左手伸出来 食指卯足了劲 使劲一弹着火柴杆 把这火柴弹出去 那么火柴弹出去的时候呢 一摩擦刺拉一下 飞出去的就是一道火光 尤其是夜里啊 特别漂亮 我们那时候比赛 一个是看谁有这本事 每次都能把火柴给弹着了 再有一个 那就是看谁弹得远 弹得越远的越厉害 这么玩火柴 遭进火柴 还危险呢 火柴着火满水乱飞 说不准把什么地方点着了 所以那时候家长教育孩子 有一条就是不能玩火 玩火的话后果很严重 怎么个严重法的 尿炕 小孩不能玩火 玩火就容易尿炕 你说这说法 眼下三十岁往上的人 小时候都应该听父母说过 但是尿炕归尿炕啊 那也挡不住玩 2001年特别火的电视剧 叫激情燃烧的岁月呀 里边有个桥段 讲的就是时光荣他儿子石林 腰里插把小手牵挺牛气 看谁都说我代表人民枪毙了你 是吧 后来还真开了一枪 别人没怎么着 自己熏的完脸都是黑的 这熊孩子玩那枪 叫火柴枪 又叫炼条枪啊 我小时候火柴枪 在小男孩圈子里边 那算是最高档的玩具了 谁腰里要是别着这么一家伙 不用问准是这片的孩子啊 火柴枪 火柴枪 那你要是说我兜里不差钱 我直接去商场买现成呢去 哎 人家还没有 就这玩意儿只能自己做 这种玩具还特别考验小孩的动手能力 还考验人际交往能力 有朋友就问 怎么还考验人际交往能力啊 你瞧 火柴枪又叫链条枪 做这玩意儿啊 先得逃换一截 自行车链子 自行车链子 新的 五金商店都能买 关键小孩手里哪有钱买呀 有这个钱的话 直接就去商场买玩具枪去了 再有家长更不可能花这闲钱给孩子买这个 我小时候要想做一个链条枪 先得找马路边上啊 修自行车的老大爷掏金红 自行车骑的一定时间 跑够了公里数 那链条就得换了 甭管多会过日子的人轻易 好像还没有说自停车 换完了一新链条 旧链条找一塑料袋一装 还是搂回家去 没有这人多数就都扔在修车摊 那就不要了 也没法要了 修车的白得这么一根链条也没用 而最多就是脸不脸不卖废品 反正白来的东西卖多少钱都算赚的 那么小孩呢 要是嘴甜的话 多跟修车大爷套的近乎 哄得老头一高兴 就能白得一截废的自行车链条 废链条拿回家去 上他的油泥洗干净 拆开 拆成一截一截的 就跟您吃那带鱼 最后剩那鱼刺差不多 每截上的还都有一眼 还八截到十截自行车链条 眼对眼对准了 前后排着队 拿胶布把它粘结实了 缠上啊 这么着火柴枪的枪管就算有了 粗细正好能塞进一根火柴的 那边说费这事干嘛 直接找根小铁管不就完了吗 哎 这话您咋问到点子上了 直接找根铁管 一个是粗细不合适 再有一个就是强度可能也不够 自行车链条用的都是好杠 强度够粗细也合适 火柴枪最不容易的地方就是这枪管 剩下的就简单了 拿大号的粗铁丝握个枪身 再拿普通的猴皮筋做个那个激发装置 玩的时候呢 火柴棍倒着 有火柴头的那边朝下插在枪管里边 原理呢就跟90年代小孩玩那个杂炮枪 体育比赛裁判手里边那个发令枪差不多 一扣扳机 火柴头就给打着了 啪的一声喷出一根烟去 还带着火星子 劲儿再大点的话呢 能把这火柴棍给崩出去 那时候小男孩手里边要衬这么个玩意儿 那就觉得天下无敌了 走到哪儿到处显摇 我跟您这还专门说一句啊 这种东西是真是有一定危险性 您各位当个故事听 当个乐儿聊聊 了解了解以前的生活可以 咱们千万还是那句话 别模仿 刚才咱们聊了两句说破烂的啊 打胳膊的 那么说破烂这行一百多年以前还有个别名 叫换羊取灯的 羊取灯 取灯指的就是火柴的意思 现在您要想听听这路话啊 就得往这八九十以上的老人里边找了 我小时候胡同里边食不肠的还能听听这路话 尤其是赶上饭点的时候 家里要点火做饭了 火柴没了 老太太手里算是围裙急急忙忙的 就得让家旁边小铺那买火柴去 接着邻居碰上来得打个招呼 呦大妈 眼瞧着要吃饭了 您这急三火四的干嘛去啊 那老太太就得说呀 嗨 你说这事闹的 我这领可没气惯了 刚打的点火做饭 取灯没了 这人俩眼瞧着就回来了 我这不赶紧上胡同口小铺 买盒取灯就回来 接着邻居听见还得着不一句呢 那您可留神别着急啊 回头磕着碰着的 赶热心肠的那个外厂人 也可以这么说 先买啊 那还哪敢趟啊 我这有一盒 您先拿着用去吧 哎 换羊取灯的这行 就是收了您的破烂以后不给钱 给几盒火柴 那么用文言话讲呢 叫以屋一屋 干这行呢 以妇女居多 也走街串巷 背个精条编的大矿 邀起了这个味儿 换羊取灯啊 换匪子 匪子 就是现在干果店 卖那种香匪子 啊 意思跟真的差不多 一百多年以前呢 收破烂的妇女走街串巷 随身带着火柴和匪子 这么两样东西 卖破烂人呢 按自己的需要 可以拿各种破烂跟他换 1988年有部电影叫春桃 那里边那女主角 干的就是换羊取灯那行 不光收破烂的可以换火柴 那时候农民进城收大粪 也可以换火柴 早上起来 农民拉着粪车进城 走街串巷一吆喝 家家户户把马桶夜壶都拎出来 倒在他的粪车里头 然后农民也是 看多少相应的给您点火柴 那位说了 这破玩意儿 不白给 还好意思跟人要火柴 您看您这话说的 那玩生产出来 它不是也得有成本吗 您不是也得先吃饭吗 饭不是也是拿钱买的吗 对吧 有句话怎么说呢 这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吗 农民拿火柴把粪换回去 撒到地里可就能当肥料用啊 反过来说 农民家里就要想用火柴 怎么办呢 那就可以家里边养鸡啊 养了鸡下蛋 然后拿鸡蛋换火柴啊 直到八十年代农村的商店 农民管内地方叫供销社 合作社 您进去买各种零七八岁的东西 都可以拿鸡蛋换 按当时的行情 一个鸡蛋可以换三盒火柴 话说到这儿啊 有个事不知道您琢磨过没有 火柴刚传进中国的时候 叫羊曲灯 既然有羊曲灯 那么对应的是不是就得有这个图曲灯呢 那么图曲灯这东西您还别说 古时候真有 您听说书先生说书 讲那夜行人啊 青纱蒙面 身穿夜行衣 背背担刀 斜跨标囊 走的什么地方 临时要想取个火照个亮 都是把那个火折子拿出来 再不就是把那火扇子拿出来 啪的一打就有火了 那火折子火扇子 就是咱们说的图曲灯 这玩意听着邪火挺高科技的 原理按说其实也挺简单 就是把棉花之类的那个易燃的东西 掺着硫磺 拧成一个长条 是吧 装在密封的竹筒里边 临出门的时候呢 把那竹筒的盖打开 里边的棉条呢 稍微的拿火这么撩一下 撩一下就得啊 棉条是四着不着的 那么个意思 稍微冒点烟 不能有明火 用科学话讲 这叫阴燃 趁着这劲 把竹筒盖盖严实了 随身带着 走的什么地方 临时要用火了 竹筒的盖打开 吹两下 摇晃一下也成啊 空气一多 火苗子扑一下 就烧上来了 说书先生说的那火折子火扇子 说到底 都是这么个原理 火折子火扇子 为什么又叫取灯呢 这事要掰着起来啊 又得都好几个圈 武汉语里边点火烧东西 这个动作 有个专门的说法 叫驱 驱就是火子边 再加上一个英郡的郡的那个右半边 烟这玩意跟兴师土豆白薯一样 原产都是美洲 明朝以前没有 明朝以前的人不抽烟 对 用火最主要的目的 除了点灯 就是烧火做饭 所以古汉语里边管引火用的东西 叫驱灯 普通老百姓认识这个字的人本来就不多 后来船来船去 船走进了 就得船成驱灯 现在你要去这个石大海 东边 连安门大街有两条胡同 一条就叫大驱灯胡同 一条叫小驱灯胡同 前门大支那南边有一条胡同 也叫驱灯胡同 还有一条胡同叫火扇胡同 这些地方就是明清两朝存放引火之物 也就是存土取灯的仓库 有这土取灯垫底 清朝道光年间 外国发明的火柴传到中国来 老百姓才给它起了个名 叫杨取灯 今儿跟大伙聊了半天火柴啊 我小时候还有这么一个特别小众的收藏文类 就是收藏火花 火花说白了就是火柴盒印的那个画 意思就跟马季先生说那宇宙香烟 金灵十二柴一百单八将 百万熊十下江南 这都差不多 各种内容都有 有的朋友跟机游一样啊 专门收藏这火柴 收藏这火花 以前上海火花厂的那老厂房 现在就改成了那个火花博物馆了 回头有机会 您也是可以过去看看 说去火花 大概二十年以前啊 有个歌手叫梁永祺 有首歌 听好听 当年也挺流行 就叫花火 那时候我也没闹明白 什么叫花火啊 还以为梁永祺是不是 也有这些爱好 是吧 闲得没事 喜欢收藏火柴盒 后来才搞清楚 花火这个字眼啊 在粤语里边 就是火星的意思 再往深了说呢 还有点冰心血的那小橘灯的那意思 象征着希望 这么一联系 这就有点别的意味了 留言里好些个朋友都说啊 平时工作累 压力大 愿意听我聊聊这些生活里的小事 趣事 虽然不是一大碗心灵鸡汤 也有这么一点温暖小火苗的意思 得嘞 既然您愿意听 我乐意讲 那咱就常见面 常聊聊天 说说这些东西 哎 听了呢 您一高兴 心了一暖 也就是这么当的事 于谦在这 祝您健康 祝您幸福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我是于谦 准时准点 咱们继续开聊 那么今儿聊点什么呢 我刚才录节目之前啊 我跟人家吃晚饭啊 吃了这么个腊肉清炒荷兰豆 哎 要不今天这集节目 咱干脆 就聊了荷兰豆 啊 有朋友说了 你这一破荷兰豆 有什么可聊的 您真要聊的话 咱不如就聊了 腊肉得了 哪多香啊 这吃的嘴里也解馋 你这事 您先别忙着下结论 容我慢慢跟您聊 是吧 最近这些日子呢 大伙网上买菜的这个频率 普遍都挺高 啊 这不是临上节目以前 我抽空 还把手机拿出来查了查 眼下这荷兰豆跟网上卖 差不多是三块多钱 不到四块钱一斤 你要是买够了五斤呢 人家还包优 细算起来跟黄瓜新雄市这些个大众蔬菜呀 你价也差不了太多了 三十年前以前可不折呀 南方的情况我不知道啊 北方 大概是一九九二年前后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市面上突然就冒出来荷兰豆 这么个新鲜玩意儿 老百姓 老百姓没见过呀 卖的还挺贵 十块钱一斤 有朋友说十块钱一斤不算贵呀 眼下您去超市买个精品菜 有机无害的恨不得你俩土豆 拿保鲜膜一包还能卖您二十块钱呢 荷兰豆一斤十块 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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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您得说是三十年以前 九十年代初 大伙可能也发现了啊 我老爱拿着 拿煎饼当衡量标准 九十年代初 大街上摊煎饼五毛钱一个 十块钱您能摊二十个煎饼 您算算吧 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您再往原那说 九十年代初 中国刚开始流行吃那个外国快餐 就是那俩买卖 一个美国大叔 给美国大爷那个 我印象特别深啊 九十年代初 去美国大爷那家 那买卖 就那开封菜啊 去那吃去 开封菜那时候 没有现在这么多花样 就是纯美食套餐 四样东西搁一块卖 哪四样东西呢 一个汉堡包 一杯可乐 一个薯条 外带一个蔬菜沙拉 就这么一份东西 当年是十块钱 稍微出点头 这价钱 现在您一听 就跟白给一样啊 九十年代初 真有好多家长 带着孩子进去 连咬牙带剁脚 就是舍不得买 最后还得 带着孩子在里边参观一圈 过物严隐 转身还得出来 也有的家长呢 看孩子实在馋得可怜 也不落人呢 也是 咬牙剁脚 豁出去了 我不过了 今儿就今儿了 买 买是买啊 就买一份 紧着孩子吃 自己舍不得呀 有的孩子懂事 吃的时候 还得让让家长 汉堡包给掰一块尝尝 有的孩子呢 没那个意识啊 在家也是馋起眼了 就是自个儿那闷嘚蜜 让家长眼巴巴的 这么看着 十块钱 1992年那会儿 拿着去开封菜 能开一顿洋昏 普通老百姓 您让他拿十块钱 买一斤荷兰豆吃 好家伙 那比拿着刀 拉他一块肉都难收 吃完这顿荷兰豆 最起码半个月睡不着觉 真要说头天晚上 家长甭管什么原因吧 给炒了盘 荷兰豆 哼 那我跟您说啊 这孩子转过天的上学 那牛气就大了 进了教室门 书包摘下来 往课桌上一扔 紧跟着 这嘴里就得嚷嚷出来 你们家昨天晚上吃的荷兰豆了 一句话 连画印都算上总共十三个字 个儿顶个儿的 都是打丹田里边叫出来的字 透着就那么有底气 九十年代出世面 刚开始有荷兰豆 老百姓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吃 看这玩意 战青碧绿的 是吧 就搁点油 搁点盐 就清炒呗 吃个新鲜劲 脆成劲 那时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下饭馆请客 凑饭局 甭管吃的是什么馆子 每桌必点的一盘 就是清炒荷兰豆 把谁要是下馆子请客 桌子上没有盘清炒荷兰豆 那群众就得有议论了 这人不懂行 不会吃 抠门 好多人啊 自己跟家舍不得 买荷兰豆吃 多数都是跟外头 你请我过 请你这么蹭着吃 我呢 不怕您笑话 头会吃荷兰豆 也是饭局上 沾别的光 吃刺 当时就觉得 这玩意搁嘴里啊 也没别的滋味 就是一股的青豌豆味 啊 还要那么些钱 我说这不是 啊 这麻子不叫麻子 叫坑人吗 是吧 嘴里边吃着 心里边还得骂着 荷兰豆这股风 刮了大概也就两年左右 农民一看这玩意 呼 真卖钱啊 啊 那种呗 都抢上种 全国各地都开始种荷兰豆 价值规律吗 您都学过 什么东西 但凡市面一多 啊 供过于求了 今儿就老下来了 普通老百姓呢 也就都吃得起了 吃得起归吃得起啊 荷兰豆 那个品质到了九十年代中期 慢慢的就退化了 怎么个退化法呢 这荷兰豆 真要是论起来啊 跟豌豆是亲戚 只不过就是说 豌豆啊 吃的是里边那豆 啊 外面那层豆皮呢 包下来就不要了 那么荷兰豆呢 正好反着 吃的是外头那层皮 实际上跟长成的青豌豆啊 味道差不多 没有太大区别 九年代中期用科学的话说 就是品种退化了 荷兰豆里边那豆呢 越长越大 那价钱呢 也越来越便宜了 每年夏天自由市场上 搓堆卖 那之后又过了大概没两年 这股热乎劲就过去了 荷兰豆流行这股风啊 说句悬悬悬点的话 也可能算是九十年代初 一个儿时的记忆 荷兰豆啊 英名叫荷兰豆 你要有机会去荷兰下馆吧 拿当地的语言的密书 你告诉人家给我来拍荷兰豆 是吧 这这殿小二准得做哑画子 啊 荷兰豆是什么玩意儿 对啊 我们这没有啊 哥们你要不就是喝高了 要不就拿我开涮 什么叫荷兰豆啊 得了 您出去吧 我们这没有 哎 说到这啊 咱们在烧的时候 普及普及 眼下讲老北京的那个影视剧挺火 那么有的演员编剧呢 那本身不是北京人 为了体现这个北京味儿 台词里边啊 老爱加那么几句骂人的北京土话 比如这句吧 哪凉快哪待着去 哎 哪凉快哪待着去 这句话呢 听着特别文明 半个脏字都没有 其实吧 更难听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句话大概是七八十年代那会儿兴起来的 那时候中国老百姓家里没空调 没有电冰箱 那么这两样东西都没有 什么地方最凉快呢 哎 哪位家里要是有不幸有亲人过世啊 或者办过白事 您就明白了 啊 这个就是那个地方那大柜子里边最凉快 所以说哪凉快哪待着去 这句话啊 这就相当于 哎 骂人话啊 您要是说这都是年轻人逗着玩 互相来这么一句还凑合 但是年轻人对年纪大的人 尤其对长辈 这么说话 那就过于的不合适了 这话又扯有点远了 咱们这街巢还说荷兰豆的事 您要是去荷兰下馆子 想来盘荷兰豆吃 那不能跟人说荷兰豆 啊必须得说是中国豆 中国人叫荷兰豆啊 荷兰人管这叫中国豆 那那玩原产地到底是荷兰还是中国 实话告诉您 这俩地方哪个都不是 荷兰豆的原产地是今天的缅甸泰国那边 哎 东南亚地区 中学历史课老师都告诉过您 大概三四百年以前 东南亚那边好多地方啊 都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 就拿印度尼西亚 印尼来说吧 直到1949年 这国家啊 连带周围一大片地方 都叫和属东印度 1949年从荷兰人手里边独立出来以后 才改名叫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对吧 原先就是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所在地 荷兰人当年管这地方叫巴达维亚 啊 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岛 这段历史您都知道吧 当年抢占咱们台湾岛的这帮荷兰人 哎 可不是无业游民 人家可是有正经有单位啊 归这个东印度公司馆 算是下属的一个派出点啊 办事处 你这位说 切儿哥您先等会啊 小学生都知道东印度公司是英国人开的啊 什么时候又改荷兰的了 你给办的股权转让是怎么着 哎我没那么大本事 哎咱们还是从头说啊 这事吧 您也知道一部分 东印度公司历史上其实不只是一家 好多欧洲国家都开广 外国人您都知道会做生意 商业意识特别强 甭管用做什么买卖都讲究先去工商局 盖个章住个厕 成立个公司 英国呢 有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名气也是最大 知道的人也是最多 就拿老电影林泽徐来说吧 是吧 电影里边俩老外领头的老出坏主意 一个叫这个一律先生 一个叫滇地先生 是吧 那么这个滇地先生 大根上说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人 剩下的欧洲国家呢 像什么法国荷兰 包括地上再小点的比利时丹麦 也有自个的东印度公司 那时候洋人说东印度啊 不光指现在的印度东南亚这块地方 这中国日本朝鲜全算 用现在的话讲 泛亚太经济区 大中华区 各个国家的东印度公司 专门就是负责在这个范围里边 做买卖的 那真要令起来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年头 可比英国东印度公司长 英国马格尔尼 这个使团访华 那是1792年 乾隆皇上过83岁生日的时候 这事儿 再往前倒 137年 1655年 清朝顺治12年 就是乾隆皇上 他太爷爷当皇上的时候 荷兰东印度公司 就派了一大帮人出差来过中国 清朝当年有规定 其他国家的人来中国 统一先得去广州 别的地方不接待 来的还只能是老爷们 妇女不成 这帮荷兰人 当年跟广州集合好了以后 先走陆路 一路奔北 到了南京 然后再从南京走水路 京航大运河 奔的是北京的通州 1677年 那会儿没有照相机 荷兰使团里边有个叫尼霍夫的哥们 挺有才 人家是一路走啊 一路画素描 用自己从广州溜达到北京 沿途看见的这个风土人情 都给他画成画了 还得配上文字说明 回国以后出了的本书 叫荷兰东印度公司史节访华计时 这本书啊 眼下已经翻译成中国话了啊 挺有意思 回头您有功夫 可以翻翻 荷兰东印度公司这帮人 最早跟泰国缅甸那边啊 吃着这荷兰豆啊 吃听美 吃美了以后呢 就弄了点籽随身带着到处走到处种 往西就带到他们自己国家那边了 那时候欧洲好多老百姓都跟小嘎懒里猫着 恨得一辈子都没出过村 啊没离开过他们家周围一百公里的地方 不知道什么缅甸泰国 就知道东边有个中国啊 这名气大 一看这豆打东边来的 那干脆叫中国豆了呗 那时候好多中国老百姓呢 哎也这意思 不知道别的地方都有什么国家 这个豆既然是荷兰人带过来的 那干脆就荷兰豆了呗 哎就这么着 一东一西 猴吃麻花 万宁 哎这这这 又弄茶皮了 中国历史上最早开始吃荷兰豆的这么个说法 白纸黑字啊 应该是1924年 上海有本杂志 叫农事月刊 专门教大伙养花 种菜 1942年这本杂志 写了篇文章啊 给当时中国老百姓介绍说 荷兰豆这种菜 怎么那么好 啊题目就叫 大甲荷兰豆之价值 哎人家这么说的啊 香山竹锈园村人士 相多出洋 写有大甲荷兰豆一种回乡种植 经时有多年 其甲长有三四寸 阔有寸鱼 稚脆味道甜 人争是之 哎大概意思就是说 反正广东香山县 哎就是今天中山县那边吧 有个地方叫做竹锈园的村子 竹锈园村啊 这地方 我特意查了查啊 现在还叫竹锈园村 竹锈园村这地方呢 老百姓出国的多 有人从国外带回了一种荷兰豆 长得特别大 吃到嘴里呢 又脆又甜 大伙都抢着吃 中山县竹锈园村那边 一百多年以前 就有人种荷兰豆 吃荷兰豆 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好像就没有什么人吃着玩了 直到1992年以后 才又重新掀起了一股 荷兰豆的流行风 不光荷兰豆 以前从外国传到中国的好多东西 甭管实际是从哪国传进来的 老百姓都爱跟上头 加上个荷兰俩字 觉得这么就算时髦 羊态 现在好多朋友喜欢养的 那个荷兰猪来说 荷兰猪的学名叫豚鼠 也有人管的叫天竹鼠 其实呢 人家跟荷兰 跟天竹 就是唐僧取经那印度啊 这天竹这也是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豚鼠的老家在南美洲 安地斯山脉 印第安人养这玩意儿 最早纯就是为吃肉啊 不当宠物养 养着玩 没有 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呢 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 外带荷兰人 这才把豚鼠当宠物 带到世界各地 当初大概就是那个荷兰大哥 当初大概就是哪个荷兰大哥 闲着没事了 养着那么个豚鼠 就就解闷玩 跟小笼子里装着 走到哪 滴了到哪 滴了到中国以后呢 老百姓一看 呦 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胖乎乎的跟小猪似的 那么就是荷兰人带过来的 干脆就叫荷兰猪吧 之前节目里聊过一回烤白鼠 我顺嘴说一句啊 老北京人不管红人白人 统一都管这玩意儿叫白鼠 没想到大伙听完之后呢 讨论的还挺热烈 有朋友就提出来 说他们那不管红人白人 就统一叫红鼠 叫地瓜 还有朋友提出来呢 说他们那管土豆 就马铃鼠啊 管这玩意儿才叫白鼠呢 老几位掰着来掰着去 还有点要打起来的意思 我一想这份乱呢 其实吧 这种事我跟您说啊 没有个谁对谁错 纯粹就是方言 语言习惯 您就拿有回我去石家庄来说吧 冬天 北风刮着啊 大街上看见有个外烤白鼠的 心里合计 我来一块吧 最起码手里捧着有点热乎劲啊 没想到走过去 跟那外烤白鼠的一说 我说师父 您给我来一块白鼠 要热乎的 人家呢 斜着眼啊 撒没了我两下 那意思 这大概不爱理我 我做不可能是 要不就是我话没说清楚 再找不两句呗 我师父 给我来一块烤白鼠 结果人家还不搭理我 你想我这脾气 就有点上来了啊 我嘿 听见没 你给我来一块白鼠 哎 这回人家卖烤白鼠的还真搭理我了 说什么呢 这不叫白鼠 叫山药 嘿 后来我再仔细一打听啊 赶紧石家庄那边管白鼠就叫山药 啊 您说这不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吗 十处不到九处不知吗 对吧 十处不到九不知吗 是吧 话说到这啊 有爱抬杠的朋友就又该问了 那石家庄那边管白鼠叫山药 那他们那管山药 就地里长的那直直的一棍一棍的那个啊 浑身都是毛那玩 管这东西 人家叫什么 我告诉您呢 人家叫毛山药 眼下您去广东潮山那边 当地老百姓管土豆的叫法 跟全中国别的地方都不一样 人家叫荷兰薯 朝山有种特色的小吃叫荷兰薯果 就是把那个土豆上上锅 先蒸熟了 再出锅以后包了皮 弄成土豆泥 土豆泥里边呢 夹着虾仁 香菇丁 肥肉丁 搅和匀了 拿手再钻成条 一条一条的 最后站着这个鱼鹿吃 吃起来有点那个陕西那个洋鱼擦擦的那个意思 朝山那边老百姓为什么管土豆 叫荷兰薯呢 据说当年最早把土豆带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荷兰人从海上来的船队 当地从此留下这么个说法 管土豆叫荷兰薯 大概十年以前啊 我跟北京当地说话的时候也闹过笑话 北京有种老汽水叫北冰羊 眼下全国各地朋友都知道了啊 北冰羊我小时候七八十年代那会儿就有 算是当年北京夏天最高档次的那个饮料 平常轻易喝不着 现在您看好多老的新闻纪录片里边 那时候国家举办国宴桌子上摆的也是北冰羊汽水 那么国宴要是不摆这个咱们实话实说当年确实也没有别的机会可喝了啊 全北京就是这么一种汽水 所以我小时候没人指名道姓 规格矩矩的时候就说全称北冰羊汽水 都是简称就叫汽水 啊几个朋友甭管是逛公园还是压马路走的渴了热了打着喝点什么都是说走啊 咱们喝瓶汽水去 进了商店小卖部也是 您过来瓶汽水 人家也不用问您具体要哪种 要什么味道的啊 没有可挑的 谢德拉屎读一份叫这么一种 大概是从1997年到2010年北冰羊汽水啊断了13年不生产了 那么2010年夏天重新又恢复了啊 我也是想怀怀旧找着童年的感觉进了小卖部了 老板呢是个南方人 我还按小时候那规矩跟人说我师傅来瓶汽水 没想到这哥们愣了一会反问了我一下 你要什么汽水啊 哎 你知道 他的密反问我当时也愣了 过了可能好几十秒钟才回过味来 我说这哥们不是大小北京生北京长的 跟我说话习惯不一样啊 但凡能冒泡的饮料除了啤酒 在他那应该全算是汽水 哎这才反问了我的迷居 对吧 您要什么汽水啊 这么一想 哎我也就只能说全称 规格矩矩的告诉人说 您给我来瓶北冰洋汽水 那么汽水跟荷兰豆土豆一样 也是洋人那边传过来的东西 中国原先没有 传到中国以后最早叫荷兰水 啊您瞧又沾上荷兰了吗 您看晚清那会儿 有本小说叫官场现行记 里边就有个桥段啊 说当时的人啊不懂行 请洋人吃饭呢 按喝酒的路数提前把汽水的那个瓶盖都给打开了 意思是我们先预备着呀 待会儿喝着方便 哎结果 人还没来呢 气都跑干净了 晚清那会儿 您要是说想赶时髦 来瓶荷兰水尝尝 不能去商店 得去药房 哎中药房还不成 必须得去西药房 那么喝汽水 为什么非得去西药房呢 我小时候啊 跟家里还自制过汽水 其实工艺挺简单 就是糖 小苏打 柠檬酸 再来点色素 加水一勾兑就成了 晚清那会儿 要想买着这些东西 只能去西药房 后来西药房 索性就搞了个副业 夏天就卖汽水了 中国人自己最早开厂子 做汽水 应该说是1908年 当时的江西农工商矿局 开了这么个荷兰水工厂 这个买卖眼下 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中国老百姓 夏天普遍开始喝汽水 那是50年代以后的事了 50年代以后 全国各地 每个地方好像都有 那么特定牌子的 那么一种汽水 外地人轻易还喝不着 比如您说北京有北冰洋 西安有老冰风 沈阳有八王寺 天津呢 讲究喝这个山海关 武汉 还有个牌子 叫二厂汽水 算是一种盐汽水 原先据说是专门给这个 武汉钢铁厂的工人喝的 这说的这么说 汽水的牌子啊 您知道全国最有名的 上镜率最高的汽水 是哪个牌子的吗 我琢磨着 就是雷锋叔叔 舍不得喝的那汽水 雷锋坚苦朴素 三复天 二分钱一瓶的汽水 都舍不得喝 就喝白开水 那老电影雷锋里边 特意有这么个桥段呢 讲的就是这事啊 话说到这 雷锋当年舍不得喝的 那个汽水 是什么牌呢 那位说了 我不知道 电影人也没说 千哥 你知道 你来来 你说说 这个事您问我 我也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不过呢 咱们可以分析分析 这个雷锋当年 是在腐顺那边 我特意帮您查了查资料啊 腐顺当地牌子最老的汽水 叫每天汽水 算是腐顺汽水行业的鼻足 那么这么分析的话 雷锋叔叔当年舍不得喝的 那个汽水 是每天牌的可能性最大 每天汽水这牌子 眼下已经没有了 正听签到的朋友 哪位要知道这个老牌子 了解详细的情况的话 欢迎您留言 咱们一块聊聊这个牌子 老汽水 今儿呢 就到这 咱们下回再见